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非常歡迎大家固定利用 每天晚上的8點到8點半 收看我們股市資訊的節目 我是資訊阿豪 價錢指數在今天重返8000點 並且在中場牢牢站上8000點的同時 各位從低檔一路買上來的 絕對是這個市場上一個實質的絕對贏家 可是我們的觀眾朋友 你是不是這市場上一個絕對的贏家呢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即便你是我股市資訊的忠實觀眾 但是以阿豪過往的經驗 阿豪跟各位講台北股票市場的未來 可是當每次這個未來出現的時候 很多我們的觀眾朋友很可惜 就只會習慣性的做一個 嘖 早知道 各位 那個都已經過去了 但是我要讓各位觀眾朋友 好好的去做一個檢視 在這一段從低檔一路往上大漲上來 到今天突破了8000點的同時 我是怎麼樣帶領會員朋友的 各位 今天是1月29號 在今天的盤中10點24分的時候 我發了一通文字簡訊給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給我們所有的會員朋友 大家一起來做一個檢視 這個盤就像我們在禮拜一盤中簡訊所分析的 他在形態學上 他是一個杯柄突破頸限的一個型態 只要加權指數連續3日 持穩在7865點之上就可以確認 此波他將直接往上挑戰這個點位 這個點位還沒有來 但是阿豪在禮拜天 在上個禮拜天 跟各位觀眾朋友見面的時候 其實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都知道 哪一個點位 是哪一個點位 只不過我不知道各位 各位你當時聽到阿豪跟你講 加權指數會挑戰那個點位的時候 你是什麼感覺 或許會覺得說天荒夜譚吧 不可能吧 美國都要崩盤了 怎麼可能會挑戰那個點位 好 各位我們繼續看下去 所以掛價在7786點買進的多單 我們是以波段操作為考量 在這個波段行情已將啟動之際 手上至少要有一筆基本多單 而且除了基本多單的建立之外 最重要的功課是在震盪區間的過程中 要加碼單的增持 各位這個是我今天在盤中的時候 在10點24分的時候 發給我們所有會員朋友的一個文字簡訊 跟我們所有的會員朋友所做的一個說明 我相信在今天當加權指數盤中 往上突破了8000點的那個時間點 你又印證了一件事情 哎呀 市場上總是有人看對 總是有人看錯嘛 尤其是期貨市場 他是百分之百的零和遊戲 這個禮拜看對的全部拿走 七八點 可是這個禮拜如果說剛好看法是相反的 一路恐嚇你在這地方要去爆坑 一路一直爆坑一直爆坑 七千六也爆坑七千七也爆坑 七千八也爆坑到今天突破8000點的時候 各位 期貨總是零和遊戲嘛 不然市場上的贏家 你怎麼樣賺得到錢呢 總是有人輸給你嘛 總是有人輸給你嘛 在這個禮拜 是怎麼樣帶領我們全體的會員朋友 大家來做個檢視 在1月22號的時候 9點28分12秒 全部的會員朋友 台子02我們掛價 7646到7648我們開始來買進多單 各位注意價位喔 7600開始買多 1月26號的時候 VIP台子02盤潛掛價7762來買進一筆多單 各位7600買7700再買多 再來 1月27號 台子02掛價7810來買進一筆多單 各位7600買 7700買 7800一次點再買多 再來 1月28號 台子02掛價7795再買進一筆多單 押回來再買多單 再搶位置 繼續搶位置 各位 1月28號改價通知 台子02掛價7842來買進一筆多單 反正就是持續搶位置 在那個點位還沒有來之前 勇敢的買進多單 各位 從7600買多 7700買多 7810點買多 7810點買多 押回來7795點再買多 上去7842點再繼續買多 上去7842點再繼續買多 我才在這邊 我才在這邊大力的去吹噓去狂妄嗎 各位 你是我親愛的觀眾朋友 R號的測標一直沒有改變 千金難買早知道 我一直在告訴你台北股票市場的未來 只是你真的有把它聽到你的心裡面嗎 為什麼我要這樣子一路買多 我是自己偷偷買嗎 還是我有公開的跟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再次的去做叮嚀 1月26號 1月26號 當他一根藏紅突破景線之後 壓回來做一個破線點線 各位 期貨操作怎麼做 期貨指數操作 你要買進持有 這是你必須的堅持 再來 1月27號 1月27號 我是不是告訴你 他目前醞釀的就是一個杯柄的形態 杯柄的形態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期貨操作你要怎麼做 期貨指數的操作 買進持有 必須堅持 再來 1月28號 1月28號 當昨天你看到 加權指數已經突破 杯柄的景線的這個時間點 然後怎麼樣再叮嚀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期貨指數操作 買進持有 必須堅持 各位 那當你看到今天加權指數 一根長紅K棒往上 問阿豪老師兩個 很實際的問題嗎 這盤勢有人看空 為什麼阿豪老師 你在這個時間點 你要帶你們的會員朋友一路的去做多呢 各位 為什麼阿豪要一路的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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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個盤勢會長 因為這個盤勢會一直長上去 所以阿豪要不要帶你我的會員朋友一路做多 還是我就順著 還是我就順著 大家都在喊空 我也跟著去喊空 大家都悲天悯人的跟你講 這個盤要死去啊 甚至用恐嚇的語氣帶你跟我說 這個盤不逃走 那不行了 可是各位 到今天你看到他這個盤勢 突破8000點的時候 到底是誰贏的 再來 台北漂亮的媽媽 在禮拜天問阿豪老師一句話 阿豪老師 你所說的那個K線暗示必然在線 我們也相信他真的會看到 可是他到底什麼時候會看到 各位 禮拜一讓你看到 加權指數的K線暗示必然在線嘛 今天呢 1月20號 2月的台紙期 我相信這個字卡大家都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大家都看得很熟悉 阿豪老師跟各位講 2月的台紙期 在1月20號是在上個禮拜三 他正式登上舞台 因為上個禮拜三是 1月台紙期的結算嘛 1月台紙才剛剛結束掉一個K線暗示 但是阿豪馬上跟各位觀眾朋友講 行情下一個K線暗示他馬上來了 這個K線暗示到底是哪一個點位一定會讓我們再看到呢 7980點 一定會讓我們再看到 時間是在他殺破7600點以下的時候 我跟妳講 K線暗示這個點位 7980點一定會讓你再看到 各位這不是一段超過400點的大行情嗎 再看一下全圖 再看一下全圖 我們看到 他一路往下去灌壓的這個時間點 市場上幾乎所有的投資專家 都提醒你 不要跟趨勢對坐 要順著趨勢做 但是就只有阿豪這個阿呆頭 我看出來 因為阿豪的K線暗示7980必然在線 阿豪看出來 從7592點在7600點以下 這個地方 他是一段超過400點的一個破斷大行情 所以我在禮拜四 1月26號的時候 在電視上也提醒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他在做破線點線 這個不是重點 因為他本來走的就是蠟場形態嘛 但是他破線點線完畢 重要的是你要看得出來他的機會在哪裡 他的機會是K線暗示7980點 他一定會讓我們再看到 1月27號 各位1月27號很遙遠嗎 今天才1月29號 他是不是在這個地方去打階梯 是不是再次跟各位去強調 跟各位分析的形態 都是非常正統的技術分析 但是正統的技術分析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要看得出來 你技術分析你要看得出來 你賺錢的機會在什麼地方 在1月27號當天 我是不是再次的提醒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7980點 他一定會讓我們再看到 各位 1月27號 當天價位在7791點 阿豪提醒7980點 一定會讓你再看到的同時 阿豪是不是也推出了一個感恩的活動 推出什麼感恩的活動 還被我們的會員朋友笑嗎 會員朋友打來續約的時候還笑 阿豪老師 你半講得很厲害 但是你真的沒有做行李 1加2等於1 1是你的成本 但是1加2 多出來的這個是你的實質回饋 而且會起三月再說 這麼好的一個機會 讓你說成這樣 你滴滴滴滴 人家還以為你在賣蘋果 各位 阿豪跟各位說一聲 真感恩 因為這個真的是跳樓大拍賣 所以它一定有名額限定 但是阿豪 也很感恩 我們的觀眾朋友 大家的額子都很快 名額限定 2天 推出之後2天 名額全部滿了 名額全部滿了 阿豪的感恩活動 到此 告一個段落 感恩各位 到此告一個段落 沒有了 真的 抹火 試貨的就會過來 好 1月27號 7980必然在線 阿豪再次強調各位 還有阿豪再次跟各位強調 來 1月28號 當他突破7903點的時候 阿豪是不是再次提醒各位 一路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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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豪到底你是在買什麼 哇哥 因為阿豪的K線告訴我 7980點 他一定會讓我們再看到啊 所以我在7980點 還沒有看到之前 我相信這個盤勢 都是你逢低買進 逢低買進 逢低買進 會有利可圖的最佳時機點嗎 各位 各位 當今天 你看到 2月的台紙期 往上 攻高到 8000點以上 來到了 8068點的時候 我要再次的請教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從阿豪高速 你7646點這個地方 要逢低買進 有利可圖 因為K線暗示 7980點 他必然在線 已經跑掉了422點了 已經跑掉了422點了 各位看清楚 這個叫做台紙期 這個叫做台紙期 台紙期 它是應用槓桿交易的 只要你能夠掌握住 一段 400點的一個行情 表示你已經賺了一倍了 我要請教我們所有的觀眾朋友 你在這個市場上 你要掌握一段 超過400點的行情 難道是一件 千金難買早知道的事情嗎 你難道真的 要抓到一段400點的行情 是一段比登天還難的事情嗎 禮拜天 K線暗示 7980必然在線 到場的所有的觀眾朋友 清清楚楚的把這個價位 抄在你的筆記本上面 你們回去 有藉由R老師的分析 幫你賺到 你應該有的錢嗎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阿豪 在講座的現場 我也斬丁切斂跟各位講 我跑了兩年的講座 每次我 掏心掏肺的 苦口婆心的 告訴在座每一位來賓 你花時間到現場 尤其是在禮拜天 三度到五度 那麼冷的天氣 你來到現場 阿豪告訴你一個台北股票市場 真正的未來 今天禮拜五 今天禮拜五 你回去 從禮拜一 禮拜二 禮拜三 禮拜四到禮拜五 你發現一段超過400點的大行情 藉由阿豪老師的分析 你已經完全掌握了 但是你扪心自問 你有幫自己賺到錢嗎 你真的有幫自己賺到錢嗎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要讓你看一下 阿豪老師 我怎麼樣帶回朋友 各位 在今天早上的11點07分57秒的時候 我發了一通文字簡訊 台子02 預估的目標價已經來到了 前日流倉的多單 我們做一個獲利平倉的動作 做一個獲利了結的動作 各位 當它11點10分 是不是已經突破了8000點 是不是已經突破了8000點 那突破了8000點 我們預估 K線暗示 哪一個點位一定會讓我們再看到 再看一次 K線暗示哪一個點位一定會讓我們再看到 7980點 當它突破8000點的時候 那7980點 你看到了沒 你是不是已經看到了 當你已經看到的時候 那可不可以把它做一個獲利了結 可不可以把它做一個 市價賣出平倉的動作 當你執行這個動作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什麼東西 那我要再請教各位 當今天 二月的台紙棋 他往上突破了8000點的時候 到底誰贏了 到底誰贏了 台北美麗的媽媽 你賺到錢了嗎 阿豪 禮拜天 我怎麼回答你的問題 阿豪是不是跟你講 重點是 你能不能夠藉由阿豪老師的分析 幫你領先去掌握住 台北股票市場的未來 而且 你掌握住台北股票市場的未來 不是讓你再閉上關 不是讓你在那邊驗證再看看 而是要讓你確實有去執行動作 這裡 這裡 導播這裡 而是讓你確實有去執行動作 你不是看著 這400點的一個行情 明明 阿豪 苦口婆心 阿豪 掏心掏肺 阿豪 關到要死 大家也關到要死 兩點鐘的時間在台中在台北 大家關到要死 阿豪 告訴你 二月的台子起7980點 他一定會讓我們再看到 你反而是在想 他到底什麼時候會看到 你今天看到了 你今天看到了 今天市場他已經讓你看到了 可是這一段是不是屬於 你應該賺到的一個絕對報酬 你賺到了嗎 當他漲到8000點 漲到8000點以上的時候 到底是誰贏了 到底是誰贏了 阿豪是不是也在會場 我坦白講 如果說 K線案是必然在線 它是一個真的可以讓我們賺錢的一套方法 可是阿豪卻講到讓你覺得我還要再看看 那是阿豪真的口才不好 我對行情很在行 但是我真的不會要做生意 所以誰贏了 其實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嘛 可是到底是誰輸了 你拜天你關到要死 我也關到要死 我們兩個 我們大家關到要死 然後到現場 我告訴你7980點 他一定會讓你再看到 你說 阿豪老師他真的會看到嗎 可是有人看得很空耶 阿豪老師 7980點他一定會來嗎 到底什麼時候才會來 各位 他今天來了 他今天來了 如果你發現 你又讓這個機會跑掉了 阿豪輸了 因為我沒有 繳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給公司嘛 那我們的會員朋友 你那麼辛辛苦苦跑來 你發現 唉唷 我說的真的是真的 但是真的是真的 我這個禮拜竟然完全沒有動作 甚至我還沒有動作 我還偷偷跑去逢高放空 一直讓人家尬起來 誰輸了 阿豪需要你的幫忙 因為只有你做出正確的決定 你跟我 我們才能夠共創一個雙贏 這是阿豪在會場 最近的這三次會場 我跟我們所有的來賓 所報告的一個重點 我相信每天晚上 你收看阿豪老師的節目 你都是有心人士 你都是希望在這市場上 能夠大展一帆身手 來賺到你應該賺到的錢 可是如果你發現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 不斷從阿豪老師告訴你 台北股票市場的未來 他每次實現之後 你發現你只能夠 二婉嘆息 你只能夠垂胸頓足的話 各位 那要做什麼改變 你才能夠成為一個 市場上真正的贏家 7890 7980點 今天已經確實看到了 一段400點的一個波段大行情 讓你財富翻倍的機會 也確實實現了 但是明天 加權指數 他仍然會開盤 明年的機會在什麼地方 馬賽倍倍 垂胸頓足 也不要打得太多 你不用再 你贏得到來胸 明天還會開盤 明年的機會在什麼地方 休息一下 好,告訴你 頭痛 請用五分數 吹起疼 請用起疼 五分數 五分數 不好 投資 獲利 雙指標 《貴德投顧》 购德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尽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德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照 旗鼓双赢一把照 购德投顾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感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迹 球子有online 额排气密床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撇步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要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来各位 阿豪的独门绝迹 K线暗示必然在线 在这一个礼拜又出现了一个漂亮的初级 如果各位观众朋友 你看到7980必然在线 在今天突破8000点以上 你发现一个礼拜422点的一个大行情 已经从你手上溜走的时候 各位 时光它不可能倒流 但是机会 它仍然在前面等我们 前面的机会在什么地方 各位 你就不要再看看而已 来 今天是不是7980它已经看到了 所以当它来到这个8000点的位置 它会有一番震荡 什么样的一个番震荡 同样阿豪老话一句 详细的点位 我们都已经帮我们所有的会员朋友计算好了 如果你对于自己比较没有把握的 但是你发现 你看着阿豪老师的盘 你一直在掌握台北股票市场的未来 可是你一直没赚到钱的 各位不要再犹豫了 开盘之前 你不会通电话进来 把手续办好 你马上就会做 我们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信用欲分析 吹记贴 请用欲听 无分析 无分析 不保证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得投股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股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旗鼓双赢一把兆 购得投股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得投股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股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旗鼓双赢一把兆 购得投股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Bizzo 只不知 有什么 可以 这分 都不只是 我们的 这个 他 哇 這麼多好聽的歌 江湖好賣啊